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API 首先来看API的一个概述 API是这三个单词的一个缩写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叫做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那么这个API它是什么呢 有同学认为它是这个东西 是我们这个 我们经常打开的这个东西 那么它其实不叫API 它叫我们的文档说明书 那么什么叫API 就是指这里具体类 比如说Object类 或者是Street这样类 就是Java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具体类 这个才是真正的API 所以大家不要混淆这个概念 那以后可能我们习惯了 就说来我们打开我们的API 那这打开API说指什么 是不是打开咱们这个文档说明书 这你就要知道 虽然我们说管它叫API 但是它不是真正的API 那么真正API是什么呢 是这具体的类 这些什么Object类 Street类 Java给我们提供这些类 好那么接下来再来看 Java中的API 就是Java提供给我们使用的类 那么这些类将底层的实现 包装了起来 我们不需要关心这些类 如何实现的 只需要学习这些类 是如何使用的就行了 说是这么说 但是在我们以后的学习过程中 也会经常去看 它底层是如何实现的 因为我们要照猫画虎 知道一下它怎么做的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知道 怎么做了 你在前期学习的时候 是不是要先学会临摹 要看别人代码怎么做的 有了思想之后 再去自己去怎么做 所以我们要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以然 那就会经常去翻看这个代码 看它如何实现的 并且是如何使用的 好 这就是这个APS的一个概述 好 这只是点 咱们保存一下